不是像报道里面写的 就是只是因为一句英文 就去做了提告的动作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开直播解释 心情看似平静 艺人斯雅日前因为这一句话 杠上网民 之前在IGPO文 表达对偶像前少女时代成员 Tiffany的喜爱 没想到最后一句 I'm so happiness 被网友揪出正确文法 应该是I'm so happy 斯雅回应 我觉得幸福不能吗 有网友笑说不懂反思 英文差就不要用了 还用不雅字语辱骂 让他不满怒奔到警局提告 还扬言就算是香港网友 但如果本人不愿传唤到台湾 那就会变成国际痛气犯 十年前的陈思雅 小小年纪武艺精湛 从我爱黑社会节目出道 前年被吴宗献签下 渐渐走红 如今与网友在网上掀起比赞 斯雅做出解释 我觉得幸福不能吗 就是我的这句话的意思的语气是这样子 所以后来我也知道我也跟他们道谢 那我也非常感谢 我有非常多英文程度很好的粉丝 直接的纠正执政我 虽然百敌之泰弹 仍无法忍受 遭到辱骂 警方最后将证明香港网友 以公斩回辱罪成立 也呼吁网民留言前要三十 记者谢耀真理 约翰台报道